大家好,我是Den 每年11月11号 被称为中国版黑色星期五的年度最大购物节双十一即将到来 一家中国知名企业因使用这位女性模特进行宣传而引发了男性网友们的争议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这次争议的焦点是喜剧演员杨丽 中国大型电子商务企业京东 如往年一样 在双十一前启用了多位广告模特并公布了名单 然而当杨丽被任命为模特的消息传开后 部分中国男性网友们随机表达不满并掀起了反对声乐 杨丽在2019年通过选拔口才达人的试镜节目提高了知名度 并于2020年出演脱口秀大会第三季时说了一句 为什么男性看起来这么普通却充满自信而引发了争议 这句话随后也延伸出新词普信男 用来形容看似平凡但自信心过盛的男性 当时杨丽的言论获得了女性观众们的支持 相对的男性观众们则认为这是贬低性的发言 部分人深圳主张杨丽的言论煽动了大众 妨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并向广电总局进行了举报 随后女性运动人士也纷纷发声指出 在艺术领域中幽默似乎成了男性的特权 而女性的幽默则往往被视为无力 这起事件使杨丽成为了中国年轻人之间代表性的性别冲突案例 也成为部分男性对京东选用她作为广告模特不满的原因之一 一些消费者向客服询问为何选用杨丽作为双十一的宣传模特 还有些人发布将京东账户中的现金全部转出或解除绑定账户的截图 依次展开抵制运动 最终京东于18号透过官方微博发表斗签声明表示 如果给顾客带来了不愉快的体验 我们深表歉意 并将杨丽从模特名单中移除 其实杨丽早在2021年3月 曾被选为英特尔笔记型电脑的广告模特 并经历了类似的事件 当时由于男性消费者发起对英特尔的抵制 而女性消费者则支持杨丽 这场性别冲突引发了激烈讨论 最终英特尔撤下了相关广告 目前在中国以杨丽为代表的性别冲突仍在持续发酵 事件曝光后22号 中国一家官方英文媒体将杨丽形容为 闯入以男性为主导的单口喜剧界的女性明星 并称赞她以针对男性傲慢的犀利幽默 成为数百万中国女性心中的英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只是说了普通又没说丑 为什么会惹到他们了呢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模特 她的发言是没有尊重男性 企业不需要规影用有争议的模特吧 就算说这是韩国我也会相信 自己在嘲弄和骚扰女性的时候 还嘻嘻哈哈的说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结果反过来自己被说 不只是没有刻意抨击 只是说了句普通 竟然就开始暴跳如雷 东北亚的女性们真是太冤了 要和这样的一群人一起生活 要是男人说了这种话 女性肯定也会炸锅了 说她是在贬低女性啊什么的吧 不过在中国 女艺人即使说了这种话 也没有像在我们国家那么容易被封伤 只当成是他们自己在愤怒一下而已 就连我常看的中国女艺人 也说过差不多这么强烈的发言呢 所以对于杨丽的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我姓男 怎么大家都在看我 我长得那么帅吗 不过来 есто优独聲 太吸工了 你看这种飓碧 开放 谢谢